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肾脏的那些事儿 前段时间,威怡君在挤地铁的时候,听到了旁边两位妹子的对话 A,我们还有几站到啊,我想上厕所 B,不是吧,你上车前不是刚上过吗,才过了几分钟啊 A,大概我水喝多了吧 B,我也喝了这么多啊 我说,你不会是肾有问题吧,不但过滤就直接排了 A,你的肾才有问题,喝完水就想上厕所是不是肾不好了 如果你也有相同的疑问,就赶紧跟着威怡君一起来看看吧 上厕所时,有这些症状是因为肾不好 关于上厕所这件事,往往和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如地铁上的两位妹子一样 当出现一下这些症状的时候,很多人会担心 是不是自己的肾出了什么问题 一,尿多,有一些关系 但不是尿多就是肾不好 首先我们的尿量不是一直不变的 平时水喝得多,尿量就多 而它热甜汗出得多,尿量就少了 引起尿多的因素有很多 除了上面说的喝水和出汗情况之外 尿路感染,膀胱问题,藏尿病份因素都会引起尿多 尿瓶的情况,而大家以为的肾不好 其实表现更多的不是尿多,而是尿少 当肾病患者病情尤其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出现无尿的情况 二,尿液中泡沫多,先看看泡沫什么时候消失 三,尿液颜色不正常 影响颜色的原因有很多 这七种颜色需警惕,健康新鲜的尿液应该是淡黄色 清澈透明的,不会有沉淀或浊的现象 而如果出现下面的颜色,你需要警惕 透明,基本上是水喝多了 但也有可能是尿风症,藏尿病或慢性皆知性 甚年的前兆,乳白色 如果同时搬有尿急,尿停,尿痛等症状 可能是肾结核等疾病引起的尿路感染 另外还需考虑丝虫病,腹前肿瘤等疾病 深黄色,可能失血喝少了 或者吃了层次的黄色食物 如果没有,就要考虑是否肝脏或胆脑出了问题 如果黄色混逐的浓尿,则可能是泌尿器官化浓的表现 棕色色,像流一样的棕色色尿 多鉴于急性肾炎,急性黄胆型肝炎,肾脏体压伤,大面积烧伤等 另外,剧烈运动后,尿液也可能出现酱油色 红色,如果你最近没吃过甜菜,甜菜等食物 那可能就是尿险了 常见于患有逆尿系统疾病感染,疮伤,肿瘤等 试炎,膀胱结石,尿道结石,血管病等 蓝绿色,近期服用火力尿剂,安板碟定,硬卡红,或者注射亚甲蓝症剂等 如果不是,则考虑斑诊上行,原发性高肝症,维生素B中毒者,小肠肚色,肺癌等 黑色,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常见于急性血管内容血的病人,如恶性虐剂病人,医食上称黑鸟热 此外,酸中毒,色素油,尿黑酸病,也会排出黑色尿液 四,喝碗水就想上厕所 别担心,一般来说没问题,总有人担心自己喝碗水就想跑厕所 是不是炫脏功能出问题了,其实不用太担心,可能只是在喝水时,身体正好不太缺水 喝完就想尿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如果你不仅仅是喝了水想尿,平时你动不动也想尿,一天排尿超过八次 那就可能是尿贫了,吐着,一天尿几次才算正常 一般情况下,人每天六次到六次比较正常 成年人一天的尿量大概是一针,两千毫升,二到四瓶矿泉水 每天白天大约排四到六次小便,晚上起夜零到两次 如果一天尿八次以上,夜尿超过两次,每次尿都还特别少,就属于尿贫了 当然了,如果你是因为喝水太多,而老是跑厕所,那就不算了 关于肾脏健康的三个真相,你应该了解很多人可能会问 那我尿多不是肾不好的话,肾不好到底会有什么症状呢? 别急,威医君慢慢和你说 一,肾不好的七个幸好 肾不好 我们理解来肾脏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的功能或结构异常 前期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 一,尿液异常 这一点前面已经急过 主要表现为尿中有泡沫且久久不散 另外还有尿贫、尿皮、尿痛等症状 二,水肿 水肿是肾脏疾病最常见的症状 心者眼瞼和面部水肿 重者全身水肿 或病有胸水、腹水 三,腰痛 这一点不是绝对的 如果是慢性肾脏等疾病 一般是没有腰痛、腰酸的感觉 当肾去发生细臼感染 炎性肿胀、肌验或者血流阻塞时 造成肾胞膜肿胀 这时就会出现腰痛 四,高血压 主要是由于肾脏时致性病变 和肾动脉病变引起的血压涉高 五,平醒 这时由于肾脏刷节 造成素红细胞生成素产生不足 或尿毒症水浆中一些毒 素物质干扰红细胞的生成和代谢 而导致的 贫血的程度 常与肾功能减退的程度相关 六,厌食 犯恶心 肾脏病患者 特别是肾脏患者 常有厌食、恶心 呕吐肌腹痛、腹泻 甚至消化到出血等症状 七,检查异常 如果尿常规检查发泄露蛋白 厌血、红细胞、白细胞 瓦型、通体、尿糖等都应做进一步检查 只能是诊断 二,油菜、腰花、动物鞭 是这些能补肾 很多人都希望可以靠食股来补肾 有些肾病患者 更是希望能通过食股来延化或逆软病情 但是,还是要很遗憾的说 这些作用都非常有限 目前还没有哪种食物 可以直接营养肾脏 一行五行的食股习惯 还是缺乏喝血和临床抑制的 而且,过度湿补 往往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三,到底应该怎么护肾 多喝水 多喝水可以触及拍尿 降低尿液中的毒次浓度 保护肾小缓 中国居民杀石指南2016中 建议成年人这只饮水量为1500 1700毫升 看看自己喝够了吗?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不要憋恋 定期检查 每年至少做一次常规期前 这对早期控制病情的作用非常大 抽烟、喝酒、熬夜、不良习惯统统卸掉 这些行为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加强运动、控制器重 肥胖和肥胖形肠鸟病 是导致慢性肾脏病的首要原因 今年来 肥胖相关性肾小酒病的发病率增加了10倍 避免劳累和剧烈运动 过度运动会产生过多的代谢产物 加重肾脏的负担 不要烂用药 有症状先就医后用药 盲目用药 特别是用一些不明成分的药物 往往更容易对肾脏造成损伤 工作太忙 忘记关心身体 小病小痛 不想抬对话号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